這件衣服送給你 你只要去參加任何跟女生 女生性騷擾的一些關係的一些活動 請你穿上這一件 你告訴大家 我沒有說同意 我沒有說yes 就是一個拒絕的態度 MeToo的事件有件事情 我要跟你討論一下 那個我後來調了我們台北市 110年就兩年 就是前年到現在目前為止的 受領性騷擾生疏事件的統計 這個統計數字 讓我看得有點嚇到 110年是608件 然後呢 111年就去年暴增到800件 所以我們的性騷擾案件數增加了192件 也是增加了31.5% 今年1到4月有200多件 平均一件要50 平均一個月有50件的性騷擾案件 一直持續在發生 來我們再看 後來我想說這些到底發生在哪裡比較多 我以為是職場 結果你看不是耶 第一名是大眾運輸系統第一名耶 然後第二名是在馬路上 然後第三名是百貨跟商場 第四名才是所謂的手機網路上的通訊 第五名才私人住所 那我當時在104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要求了 我那時候就已經要求了 性騷擾事件大眾運輸工具其實是最多的 可是當時捷運公司 我們那時候要求他設置一個女性專用車廂 捷運公司跟我講沒辦法 結果沒想到他104年給我開個會 然後就說那個平均我們捷運的那個騷擾案子 其實平均只有23件 只有23件嗎 後來我就去調103年 明明捷運公司通報的性騷擾案件數有61件 104年有60件 哪來了平均叫23件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故意開了一個協調會 然後呢做成一個紀錄說 不行啦 很多的專家學者都說 不應該設置女性專用車廂 然後就把這案子否決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104年拒絕我 然後呢從頭到尾 新騷擾事件沒有因為你們說沒有發生 然後這件事情就沒有 我會跟捷運公司還有相關局處來了解 就當時他們研究跟評估之後 沒有辦法設置的問題 那我們設法來克服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議員提的建議很好 市長你知道我之前穿的這件T恤是什麼嗎 Only yes means yes 這是什麼意思 你缺法 就是身體自主權 只有說可以才表示 說是才算同意對不對 沒有同意就是性騷擾 就是性侵的意思 這件衣服送給你 你只要去參加任何跟女生性騷擾的一些關係的一些活動 請你穿上這一件 你告訴大家 我沒有說同意 我沒有說yes 就是一個拒絕的態度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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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